Sample 這個字母音在a 整個字只有一個音節 我們唸成sample 那sample這個字當作幾乎動詞 我們中文翻譯成是吃 但是在我們講例句之前 音底要再提醒同學另外一個字 那個字我們唸成simple 那simple這個字我們知道 它的意思我們中文翻成所謂的 容易的或者是簡單的 所以一個叫做sample 一個唸成simple 不要忘記了這兩個字間的差異 它的差異就差在它的母音的地方 我們直接來看例句 You can sample everything for free in the store 你可以去試吃 試吃什麼東西的everything 每件每個東西你都可以品嘗一下 都可以試吃一下 要不要付錢不用 不用免費的 免費的就用for free 所以sample everything for free 在什麼地方呢 在這家商店裡頭 那一樣的sample除了可以當動詞之外 還可以當可數的名詞 我們就叫做樣品 那我們直接看例句 My mom feels very happy When she gets lots of free samples in the supermarket 她說我的媽媽呢 會覺得很高興 會感到很快樂 什麼時候感到快樂呢 一個時間複詞子句 當她獲得得到了 許多的free samples 免費的樣品 在超級市場裡頭 好 所以這個字呢 當作幾乎動詞sample 是詞當作名詞的樣品